下午整个四位创业者讲完之后呢 我自己感觉创业这个事是更难的 其实讲几个普遍的一个东西 就是今天上午呢 是有几个产品经理 那毕胜啊 是在百度是做市场的一把手 整个百度发出来的声音 是由他来负责的 然后李立恒呢 是当时铁军阿里的线下的 然后李健和门续光呢 都是百度的产品经理 下午呢 唐湾里也是做那个阿里的这个销售团队里面的区域经理 也是做地推的 那陆温喜和王润是百度的产品经理 张良伦呢 是原来阿里巴巴的产品经理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产品经理呢 我知道我们今天的呢 优米的钻石会员 其实好多来自于传统产业 其实你们很多的痛都跟唐湾里的痛是一样的 你找不到好的产品经理 实际上今天我们白天就已经展现了几个非常好的产品经理 那个产品经理为什么天然的和创业相连 其实产品经理 他说老实话 在公司里面实际上是一个项目负责人 他要交流的人有好几个部分 首先说我们说的这个产品经理是互联网产品经理啊 和我们线下的比如说做一个美妆产品呢 或者是一个电视机的这个产品 咱们说那个产品是不一样的 这种线上产品的话首先说你要和技术团队来交流 你这个工期是需要多长 然后同时他自己要把产品的模型去把它打磨出来 然后他要前端工程师 他又有UVD 然后UI用户体验 还有内测 公测 这些所有的组织都实际上都是产品经理在负责 等于说他这样一个项目负责人的角色的话 相当于就是一个创业者在大公司内部的一个创业 所以众多的产品经理他会选择创业这条路 然后你们也能看到好的产品经理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样的人呢 就是要找到你们公司去做产品经理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因为他们自己就可以创业 是吧 张良伦自己能创业 他再不计做一个引流的 导购的 他也过着那个几千万的利润的日子 也是非常牛的 也是很舒服的 如果他没有什么再大的志向的话 这个日子其实是可以的 如果你能说服你的内心 为什么一定要那么大的成功呢 这是可以的 对吧 你有一个时间你可以航海 你可以天上地下的 是吧 到处去玩 或者泡妞都行 但是没必要这么苦 这么苦 因为是想你走更远的路 是吧 做更大的事业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创业者 你要找产品经理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好的产品经理一不留心就创业了 到你公司的人呢 有可能是一种人是说做运营的人 还有一种呢 是做CTO的人 是吧 做技术的人 还有一种是说在大公司里面做PR 或者说市场营销这样一些 并不是那么在BAT里面最核心岗位的人 因为BAT里面最核心岗位的人 就是产品经理和运营 但是运营大家要注意 其实在大公司的平台上的运营 好多的运营 它看是跟各个部分的相连接 很多人只会写PPT 只会把事情说清楚 根本不会像产品经理一样 他搂子袖子会干 如果是这样的人到了你的公司的时候 你创业者是非常头疼的 所以谈完你的苦 实际上你等着在百度门口 你等的那个苦 实际上你等的那个人 未必是一定适合你的人 这个识别是非常重要的 你花你本人再花你的团队 你就把它等到 打到你公司来的话 是半年 这产品经理其实是一个花架子 或者说他做不了什么好的产品 这就比较是一个大坑了 这个时候你想一个公司主要产品经理 他基本是公司所有资源的组织者 所有的钱都往这个地方聚集 线上产品做不好 你谈什么互联网家呢 所以识别产品经理 我觉得今天这样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 就是你识别了什么叫好的产品经理 我觉得这个是给大家上了一课 这是我想放大出来给大家讲的一个 第二个呢 我是特别想呢 说这个互联网家呢 其实刚才张良伦的那个分享 后面这一期 我觉得特别掏心掏肺 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他非常棒 棒的原因他已经能够站在地下 能够实事求是 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 尤其是一句说 我们并没有互乘合 我们要承认自己 在供应链上就是干不过京东 这样的话 实际上是没有真正创过业 在里面苦苦地打拼过 是很难说的出口的 原因是你看看大家在融资的时候 都相互在比拼 对不对 说你两千万 实际上我融了三千万 他可能一千万美金都没有到 为什么要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是因为心虚 实际上因为花架子 这个东西没有用 实际上在 他刚才讲的一句说 我现在对创业更加的敬畏 原因就是 你两三年的时候会意气风发 四五年的时候 你真的会升起 对真正的所谓 创业的新生敬畏之情 新生敬畏之情就是说 你发现克服每一个困难 往前脉动半步 都是极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说唐湾里这个产品经理 他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我们在拭目以待看 你这个产品经理是不是够适合你 这个线上产品体验是不是一流的 所以这次很难的 你刚才说团购有那么多的人跑到最后 你说王兴为什么跑到最后 他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产品经理 他在产品上不用再求人 那如果是你不是产品经理创业的话 你有递推的能力 可是你线上能力又缺乏 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难度 所以找人识人 找人的过程里面识人 其实非常大的一个难度 那么呢 就是互联网加的过程里面 张伦刚才讲 就说如果你仅仅只是加母艺产品 加那个品类 实际上这个实际上意义不大 为什么 其实你也没有创造太多的价值 但是呢 什么地方能够有价值 那就是加服务 加通过你这个对妈妈人群的关注 我很同意于安刚才讲的 今天我们的消费者 已经不再是对某类产品的热衷 而是说他这个人群 他跟随人群的这样一个属性 最后刘总讲说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的用户的核心需求是什么 应该有真正的所谓用户的 不是表面的画像 而是到骨子里的画像 这样一个东西非常重要 我说的骨子的画像 其实就是人性的解读 其实陆文勇的那个 就是说他把那个啤酒和炸鸡 那个女生希望有那个都教授 带来啤酒和炸鸡的 那样一瞬间的一种感觉 那种小小的激动 让他们记住一代洗 其实这个就是对人性的 这样一个解读 当然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它是你运营过程中的 一些小的手段 它未必是说形成合成合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但我总觉得就是对用户 非常深的人性的需求的解读 可能是我们呼成合的一个 非常要命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对我的用户理解的更深 所以我满足的需求更加的准确 刚才我在底下在跟张亮伦谈 他说这个他的人群是妈妈 我说是啊 母婴一定不等于妈妈 妈妈是一个人群 你是25到35岁的人群 这是中国最年轻 最有吸引力 最性感的女性 她们成熟 有活力 美丽 而且对生活有品质的追求 她们为三个东西 正在每天 有的是挣扎 有的是焦虑 有可能现场因为创业的人 很多是男士 你想25岁到35岁的妈妈 她首先说通过漫长的9个月 10个月的怀孕 这个期间她先生 跟她是没有什么性生活的 对吧 我说的比较直接了当 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一个孩子 对吧 那你这段时间 你是不是对你先生 比较的陌生 当你在回归到正常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 其实你其实还是很紧张 你先生这个时候 中间他的事业和生活里面 出现了什么 有什么东西把你弥补了 所以这是很多女性 内心深处非常担忧的东西 我接触过一些年轻的母亲 她们有这样的一些担忧 她们最大担忧 当然不是这个 这就是保保的安全健康 这些东西当然是很重要 作为一个母亲 她第一个 她可能丈夫不要就要孩子 她这是第一类的 第二类 我说刚才那个 还有一类就是说 你25岁到35岁 你回家生孩子之后 实际上 你面临着 你过去那个坑 是不是被人占了 然后接下来之后 你在长长的 近一年的时间里面 今天移动互联网变化 这么大的情况下 你那个职位 你是不是跟人家的交流 还合着上拍 你是不是跟人家 在一个配置上 你的事业还赶得上吗 所以这也是她的焦虑的 所以她的心里 非常大的三个焦虑 她未必一定就是说 尿片内的事情 我是举个例子 也许我这个读的东西 也不是那么准确 但是我觉得 对今天对用户的解读 可能是我们未来形成 我们的核心竞争优势的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说你要不知道 你用户为什么在着急 为什么在焦虑 这样一个事情 我觉得可能我们的服务 就没有那么精确 但是呢 这个里面的难度在于什么 当我们卖标品的时候 我们规模化非常的快 但是呢 我们打不过京东 打不过天猫 对吗 你打不过有供应链 完善的大平台的人 当你进入服务领域的时候 好 我刚才说的需求 你去满足啊 这个满足里面 一定会有服务业 服务业最难的是标品化 规模化 然后整个服务业的供应的时候 人员的参差不齐 你整个在供给的时候 你的效率的提供 这个东西 这个上午的车蚂蚁的 它就是这样的 那下午的话 对吧 实际上陆文勇 你也会接下来遇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 非常非常大的难度 就是标品 你做不大平台 非标品服务 你很难规模化 很难标准化 很难有效率的配送 然后接下来第三个呢 我觉得是这个品类的扩充 这品类的扩充呢 我觉得跟四位创业者 都要做封口 是特别有关系 每一个人都希望成为 于扬所说的 去中心化的人 同时自己形成那个最大的中心 这个中心就是流量入口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更多的创业者是说 我赔钱 我不赚钱 那是因为什么呢 陆文勇想把洗衣服 做成一个入口 回家吃饭 你也想把这个 做成一个入口 是吧 贝贝你想把妈妈 做成一个入口 功夫熊 他把想按摩师 作为一个健康产业的 一个入口 所以一切想做入口级的 这样一些创业者 他们的心都是非常大的 他们都要走非常难的道路 要披荆斩绩 这个金和剂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要命的就是说 第一个 是我觉得于扬所说的 就是说你真的看不清楚 你的敌人在哪里 这是一个难度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在这个里面 就是说 当你第一个入口 赔钱还没有做起来的时候 就是在竞争的 第一个回合的时候 你的钱用完了 然后你根本等不到 第二个入口 这是第一个 还有一个在你 如果你等到第二个入口 比如说我打比方 陆文勇 现在可以 比如说老追踪我 去洗的衣服 他会觉得 我喜欢什么样的 那个风格型 我会常常穿什么品牌 那出了什么新品 他说你要不要 那我也买了 你在扩充这个品类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里面的坑非常多 你又进入了一个 厮杀非常激烈的行列 所以你的入口已经到了 未来这个入口 能不能把这个流 导到你所想要的那个地方 那就可能就是你的 拿破仑的滑铁炉 这就是我看到的 去年我们整个优密里面 大概有非常多的创业者 他们做APP的 他们在非常轻易的时间里面 流量非常大 用户整个的那个 就是上升的速度 非常的快 有的是一级的用户 那么这样一些APP的用户 上一级的用户在干嘛呢 比如说做电视机 做进化器 做一些像这个智能设备 这样一些东西 一做就死 因为它原来的用户 比如说天气 天气我上来我就只看天气 你非要让我买东西 这个东西和我事与愿违 我可能不会买 这个时候用户流失率就非常的高 所以你这个流量 你就转化不到你这个地方 所谓入口级的下一个 为你垫垫心的上一模式的地方 你这个时候你就傻眼了 因为你当你去做空气净化剂的时候 你已经到线下某一个口 你已经要派很多的人去试用 试验成型 同时把它新品推上线 这个里面费的钱不是一点两点 我们做过创业的人就非常清楚 当你觉得这样一脚石头踩空了的时候 其实你是非常的后怕的 你的流量是没有着落的 你是旋在半空 这是第一个 在这个里面呢 我觉得还有 当然那个张辽伦 你现在也是在 比如说你要加别的 更有价值的东西 是吧 更有价值的东西的话 我觉得产品经历 我觉得对你来说不是个事 如果那些创业者 本身他没有产品经历的时候 他不知道做产品怎么做 开始就不是以一个小分队的方式做 而是以一个中等规模 或较大规模做的时候 你基本上就离死期不远了 因为这个所有的产品 都要在用户的迭代里面去完成 而小批量的事 然后慢慢的再推向用户 这样的话能减少你最大的损失 在跟用户的交流里面 你把需求的核心点找到 然后推上线的时候 你已经形成了你的产品的 各方面的一个优势 所以这一点 如果没有产品经理 在这把关的话 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 很多的传统产业的创业者 都死在这个地方 接下来我非常同意 这个张良伦说 其实创业者最难的是说 对机会说不 大家很多来自传统产业的朋友 你们底下可能很多人 有几十个公司之多 或者至少很多人 有两三个公司以上 就你同时做的很多的事情 其实这个就是说 为什么成立这样的一个局面 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 对新的机会说不 你觉得每一个都可以赚钱 你底下就是一个九宫格 你什么都想做 实际上就是前几天 我也跟一些创业者交流 他们上来之后 他们就会说 你看我要做这个 做这个 做这个 我说你这样 你把所有的功夫上 只做一件事 你这一件事 要能做到个别人 那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你知道中国一做 就是全国市场 在这么大的人口的 这么就是成千上万的创业者里面 你做一件事情 你能冒出一个苗头来 你一听一个响动 你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你还能做几件事情 因为这个前提就认为 你比别人强两三倍 其实世界上除了新的物种 没有这样的人 我现在就可以肯定 没有这样的人 你就做一件事情 能做个响动 让大家觉得 觉得你做的暂且还不错 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 我觉得张良能 今天给了我一个 非常好的后面这一段 就是说 他是阿里巴巴的产品经理 当然阿里巴巴 不是以产品经理建厂 阿里巴巴以运营建厂 当然阿里巴巴 未必也每个运营 那个时候 大家在找运营的时候 一定要打个问号 很多大平台上的运营 真的只是夹在中间的某些环节 让他到创业公司落地 是非常困难的 大公司找的人 你在BAT门口等的人 是一定要打问号的 一个他和你的心态对不对接 一个就是他真的 是不是能够在关键的时候 自己顶上很多人有动嘴 动脑 动不了手的能力 这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 创业公司 所有的领导人 最后说不行我来 都得是这样的人 你看 就张良伦自己是产品经理 他又会导流 对吧 那个做运营的人 特别会搞流量 所谓互联网家 他有三把刷子 第一把刷子会做互联网的产品 第二 知道便宜的流量在什么地方 或者说免费的流量怎么搞 因为他原来是做那个引流的 所以他天生会搞流量 那同时他会线上运营 因为我们传统产业都不会运营 没有运营这两个字 所以你看我们的小区物业 为什么都不好 他没有运营的概念 所谓的运营就是从早到晚 要以每分每秒这样一个时间为节点的 做什么做什么的 一个非常流程化的东西 互联网就天天得有战斗 天天得有各种活动 天天有各种手段 你才能把一只运营的队伍培养起来 所以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张良伦上浅 其实他已经在打安排了 他并没有说自己要加的是什么 那这个东西可能就是 他未来的核心竞争力的一个东西 但这个东西我觉得 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我也非常支持他 我觉得不要在这里讲 因为一个产品没上线的钱 其实就是商业秘密 其实就是你最能抓到的一个 别人还没发现你做什么的 一个时间上周期上的 这样一个便利性 所以也不用在这说 但是呢 我想他给出了一个坐标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蛮感激他的 另外一个我想讲一下功夫熊 功夫熊我刚才底下跟他交流一下 我觉得他这个上面的亮点是非常大的 其实他有两页PPT是非常有含金量的 第一个呢 就是在团队那个地方 你看产品经理 他上来他的基本能力就是说 其实这是所有通用人才最核心的能力 就是说 当我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知道这个事情需要哪几种人 哪几种最重要的因素 构成了我这个事情的成功 或者哪些坑是我避过的坎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 你就摸着石头过河的话 是很麻烦的 所以功夫熊这个伙计 他非常清楚的知道 功夫熊这个平台在短期内崛起 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团队 他知道地推是阿里巴巴的 B2B的那个团队是很厉害 他知道线上导流的是 360导航的那个地方 他知道哪哪哪所有的 你看那一页列表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创业的时候 你是不是想过了 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想过没想过 你所需要的比较牛叉的人才在哪里 到哪去找 那一页PPT含金量是很高的 这个团队 第二个呢 是说 他来自百度 他不是说百度流量是一件 因为所有在院教育的 你知道40%的钱都花在流量上了 他说百度流量是no 对吧 这是一个 另外今天的所谓的补贴 红包满天飞的时候 他说管理师傅要大棒 加胡萝卜 这都是他原因 他自己的这样一些思考 我觉得功夫熊这位创业者 是非常具有判断力的 最后呢 如果我觉得 就是说一个创业者 我觉得最大的护城河 是自己的判断能力 因为创业者其实不干什么 你觉得你亲自要去画产品图吗 你觉得你亲自要找低推吗 这些亲自的活 其实说老实话 就是我亲自去BD 我的钻石用户 我是为了找感觉和体验 我要体验我的用户是什么样 我会去交流 但是这不是我的日常工作 我如果只会做低推的话 我没办法在CEO的这个角色上 扮演下去 因为CEO唯一的就是你 天天要判断 因为所有的创业者 常规生活就是开会 跟各种不同的人开会 跟投资人开会 这笔钱要不要 今天有一个 湖畔大学的同学没有来 我说你为什么没有来呀 他说因为我今天挖一个人 显然挖人 比现在来提高脑子的判断 他认为是更重要的 那我认为挖人没有那么重要 而把脑子的事想清楚了 比挖人更重要 因为你挖什么人 你要判断 这个人是不是适合你 这判断人的功夫 是真的非常非常难的 然后呢 你开会说 这个产品 到底是七月份上线 还是八月份上线 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你天天干的活 你就是判断 你要谁投资 不要谁投资 你要谁做合伙人 不要谁做合伙人 你这个产品 以什么样的方式 营销上花多少钱 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营销 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天天做的 就是开会 开会都是 让你的脑浆 要撵出来的过程 那如果你脑子是不清楚的 实际上决策成本是非常大的 你说这个事情要干 比如说张良伦 决策了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就在米哲网 是吧 能有几千万利润的时候 他果断地说 那我和一个什么小的分队 去来干这个贝贝网 那这个决策是需要胆量和气魄的 因为一般的人都是在这种高点上 他就说 又该把这个钱赚了 那个东西还前途未谱呢 那同时的话 你看他其实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策 新事一定要是老人去干 其实就这一点的话 我们在创业里面就吃了很多的亏 你把一个新事让一堆新的人去干 他肯定干不成 一点谱都没有 其实就这一句话 所以我就说 创业者 其实最大的护城河 是自己的判断力 因为你天天在开会 你天天在跟各种人打交呢 你不需要肩扛守碑 对吧 我们举办这样一个活动 我不必要来在这个台子 电视机也都不是我搬的 拿座位 我没有动过一下 跟我没关系 这些事情 但我需要的是说 多少人 请谁来 谁在什么场合出现 讲什么话题 这些我必须要定 但是你定你是从哪 你为什么有能力来定这个东西呢 那就是因为你要有足够的判断 你定错了 后面的从那大门都溜走了 他就不是今天这样一个局面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说真正的创业者的护城河 是自己创业者本人 我其实看过太多的创业者 其实他们自己就是公司最大的瓶颈 他自己犯的错误 决策 他的见识 他的心态 他的包容能力 甚至他的一些比较糟糕的毛病 我举个小例子 因为创业这个事情的成功的概率太小了 它实际上相当于是天下掉上一个馅饼 这样的一个概率 说老实话 我们现在是每分钟诞生七家公司 但是有多少人真的 最后能做到一家比较像样的一个企业 就是咱们就别说伟大了 就像样的 可持续发展 满足资本市场需求 以每年 以增长30%的速度 这样往前进的 这样一个项目像样的企业 以制度 机制 流程 团队 这样一些核心的东西 往前驱动这样的企业 或者你的运营模式 这种非常少 那为什么那么少呢 就是因为创业所需要条件太多了 就是说很多条件 是必要条件 但不是说你有这些条件就能做成 你有这些也做不成 就一个小毛病就能把你创业给废掉 比如说我开个玩笑 因为80%的创业者是男性 男性好色这一点 你创业基本上就吃了菜 你信不信 就这一个臭毛病 你就离着成功院远很多 因为创业对人的要求太苛刻了 对人的综合能力要求太强了 一个专业能力 其实我们的产品经理说老实话 是过去大平台的专业人士 你们就像跟我一样 其实我的央视是制作人 编辑 制片人 甚至或者是部门主任 这也都是专业人士 专业人士要变成一个企业家 你要过的关太多了 除了领导能力 管理能力 对资本的沟通 然后对机会的说不 然后财务 法务 对时机的把握 然后对你这个产业的了解 对商业模式 对运营模式的掌握 就这个时间的把握 时机的把握 你为什么这个时机 要做这样一件事情 以多大的规模 跟谁合作 选择什么人同行 一起做还是单独做 这都是源于创业者的决策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最大的护城河的核心 第一点就是 我觉得创业者 本人的判断力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说 你这个团队的人 合伙人的能力 我问了一下功夫熊 我说你的公司 有多少合伙人 他说有十几个 其实我挺看好的 为什么呢 就是这批人 这批人就是铁打的银盘 有很多人跳来跳去 可是公司一定有一批 是铁打的银盘的人 你没有这样一帮人 你这公司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所以他的合伙人 他有十几位 他不是几位 所以他是一批人 所以我们在写阿里巴巴 27个节点的时候 实际上最要命的是 开始 马云说 这18个人 在那对着讲的18个人 管他高下菜田 反正都是合伙人 这些人都用上了 全都派上了非常好的用场 哪怕专业能力不那么高的 他对公司非常的忠诚 你可以做个法人呢 当然啊 可信呢 可以替你去坐牢 当然 你以为这点小吗 这个不小的 做法人可不是那么好做的 第一得起来的是法人 真是这样的 所以啊 就是说你公司 没有一批合伙人 如果就只是你自己 或者说是 你就那么很少的人 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创始人 合伙人 我觉得 再加上一个 有一个 就是说 你持续不断的努力 这一点是创业这一条 不确定性的路上 唯一能抓住的 大概几点 确定性 对 an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